我李军总觉得各国海军这几年玩的特别花 日本江河号换头将直升机航母彻底改为战机航母 法国那边更过分 直接把别人的脑壳拆下来 安装在珍珠号核潜艇身上 当初珍珠号因为发生火灾 前半部严重受损 法国就把蓝宝石号的头转移给珍珠号 按照法国最近的报道 珍珠号换头成功 在法国海军设定的期限前完成修复 即将重返岗位 问题来了 核潜艇换头是怎么换的 为什么法国不选择严兽蓝宝石号 2020年6月 法国珍珠号在干船屋休整时发生火灾 大火整整烧了14个小时 高温导致整个潜艇的前部完全烧毁 刚构建结构损坏 无法修复 唯一的好消息就是后半部并未受损 那这样的潜艇还怎么修 法国想出了个好办法 为了拯救潜艇 法国海军造船集团提出了换手方案 用退役的同级舰蓝宝石号停手的脑壳 替换珍珠号有问题的脑袋 理论上确实没什么问题 珍珠号是红宝石集中最新的一艘 还有治疗的价值 而蓝宝石号是1984年服役的 刚退役没几年 原本在西北部色宝港的船厂等着解体 签半部结构完好 完全可以将蓝宝石号的前部 与珍珠号的后部拼在一起 打造一艘完整的核潜艇 主打废物利用 从工程技术层面来看 计划也可以实施 之前也有美国的旧金山号的成功案例 2005年旧金山号在水下撞上海底山脉 近百人不同程度受伤 虽然尚服返回基地 但核潜艇停手严重受损 巧的是 其同级潜艇 台湘山号潜艇刚退役 于是台湘山号的停手就被拆了下来 焊接在了旧金山号上 整个维修耗时三年 耗资7900万美元 确定理论没问题 技术可以实现之后 法国就开始行动了 2020年12月 珍珠号从土轮转移到色宝的船厂 准备进行换手工作 2021年1月至2021年3月 两艘潜艇分别进行了切割 2021年5月 两艘艇的可用部分进行了移动与对齐 随后两部分进行了焊接 内部重新连接130条电缆 70条管路 为了方便内部设备的连接 两个半壳没有在完全相同的位置切割 所以珍珠号停体长了大约1米 排水量增加了68吨 到这换头算是成功了大半 但还没结束 还要检验有没有意外 2023年6月30日 珍珠号结束了维修无法使用期 法国海军发表推文说 经过非凡而空前的修复作业后 如期达成了任务 对于现在的修理结果 法国海军非常满意 表示回到了火灾前几个小时的状态 按照计划 珍珠号将继续服役到2030年 两艘变一艘 这个办法倒是不错 但工程量也不算小 修了三年 花钱也挺多 美国都花了7900万美元 但这也没有办法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法国海军新一代的缩鱼级潜艇 实在是进度太慢了 早在20多年前 法国海军就开始了研发缩鱼级了 准备逐步取代红宝石级核潜艇 其水下排水量为5300吨 虽然比红宝石要大 但对比其他国家的核潜艇依旧不够看 不过就性能来说 缩鱼级要比红宝石级好不少 具体强在哪 我们下面再聊 缩鱼级最大的问题就是迟迟不能上位 首舰续服轮号 2020年已交付法国海军 但第六艘同级潜艇 可能要到2030年才会降入舰队 而法国又有一个规定 海军必须有6艘攻击潜艇 在这种情况下 也只能拼凑一下珍珠号用老艇续命了 当然潜艇换头虽然听起来有点惊悚 但还是比较常见的 很多国家的海军都曾经对于部分受损的舰艇 进行过类似的操作 将损坏的舰体部分切割 再换上已经退役同型号舰艇的相同部分 起到废物利用的作用 不过这个操作需要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舰艇局部损坏 内部大面积都烧塌了 也就没什么更换的必要了 而且核潜艇这种昂贵的军事装备 只要还有抢救的可能 自然是不会放弃的 真要新造一个 那个钱 法国也承受不起 再说 报废核反应堆也要一大笔钱 还超出预算之外 美国的军事预算要比法国多十倍 洛杉矶水下撞山 停手完全撞烂 仍然将这艘核潜艇拖回厂 维修接着服役 不过这就有一个问题 法国直接把二号艇蓝宝石修复延寿恢复现役 岂不是更保险 珍珠号可以留着拆配件 而且珍珠号核潜艇都接近报废 停手的钢铁壳子都烧融化了 还有保留的必要吗 特别是核潜艇的整体结构硬力 再怎么换头也不如新艇 对于这点 火力军只能说 严寿已经退役的蓝宝石 比维修珍珠号更麻烦 而且费用更多 要不然美国也不会选择维修旧金山号 对于核潜艇而言 真正不好处理的是报废核反应堆 这东西一直是各核潜艇拥有国的难题 法国珍珠号核潜艇的反应堆 还没有到报废的年限 强制报废带来的不光是巨额费用 还有极大的危险 而且反应堆才是核潜艇值钱的大头 所以能不碰反应堆尽量不碰 能用的还继续用 虽然珍珠号因为失火 这艘烧了一半 但是最重要的核燃料还有活性 值得修复 现在报废的确有点不值得 原本那艘退役的二号艇蓝宝石号 反应堆活性肯定耗尽了 随便扔 这才是换头的根本道理 而且对于法国来说 核潜艇这东西只要能修 那是一定要修的 毕竟本来就没多少 法国是欧洲那边的一个特例 一直追求独立 不像英国那样跟着美国走 而努力发展各种自己的军事装备 从阵风战斗机到戴高乐航母 再到梭予核潜艇 都是自己研发 虽然也闹出了不少笑话 但作为武偿之一 法国的核打击力量还是很不错的 而且法国与英国一样 都放弃了陆基核力量 完全依靠海基和空基 二次核打击基本纯号海基 也放弃了常规潜艇 加上地理位置比较特殊 法国的核潜艇走了一个很不同的道路 法国海军现役共有十艘核潜艇 这也是其全部的水下力量 其核威慑的中间力量 就是四艘凯旋级弹道导弹核潜艇 另外还有五艘红宝石级 与一艘新锐的苏鱼级攻击核潜艇 作为航母编队的保镖 凯旋级是法国海军当前仅有的战略核潜艇 首艇是1997年复役的 四号艇在2010年复役 年龄并不大 所以法国目前没有更新的计划 其潜航排水量可达14000多吨 又一部K15驱动 也就是戴高乐号所用反用队的岩形 水下最大航速25节 最大潜身可达400米 装备有16枚M51潜射弹道导弹 与4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 可发射飞鱼导弹 M51是法国独立研制的 新一代潜射弹道导弹 2010年进入现役 估计最大射程可达8000到1万公里 可带6到10枚分弹头 也就是说 一艘凯旋级可带最多160枚核弹头 这期视频的主角 红宝石级 是法国的上一代攻击型核潜艇 1980年代开始服役 共6艘 二号艇蓝宝石号已经退役 最大的特点就是小 红宝石级的潜航排水量 只有2600吨采用的是一台CAS48反应堆 水下最大航速25节 最大浅深300米 只装备有4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 可发射飞鱼导弹 目前已经比较老旧了 正逐步被缩鱼级替代 这个缩鱼级 是法国最新的攻击型核潜艇 相比红宝石级大了不少 但就算如此 其尺寸也是各国核潜艇中垫底的 缩鱼级潜航排水量近5300吨 其动力是一台K15反应堆 水下最大航速25节左右 最大浅深大于350米 相比较美国9000多吨的海狼级 7800吨的弗吉尼亚级 英国7400吨的基敏级 缩鱼级无论是体型浅深 还是武器装备都稍微有点不足 不过小并不意味着性能不好 欧洲各国工业基础好 武器装备的动力和电子水平也不错 法国武器又一向实用精致 缩鱼级自然不例外 其做工优良品质很高 就比如武器花样挺多的 缩鱼级还是装备4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 可以发射法裔联合研制的黑鲨鱼雷 比美国的MK48重型鱼雷隐身性更好 但是多了发射陆弓巡航导弹的能力 也就是风暴阴影潜射巡航导弹 性能还不错 唯一的问题就是进度步行 建造工作一拖再拖 为了维持核潜艇部队的规模 以及可用潜艇数量 原本计划退役的红宝石号 不得不加班了 值得一提的是 法国的核潜艇走了一条比较特殊的路线 其基本上都是在地中海附近使用 这片水域水深浅 用不着大型核潜艇 所以法国的核潜艇尺寸偏小 就比如红宝石级核潜艇 就是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小的核潜艇 比现役的常规潜艇还要小不少 而且法国的核动力燃料 跟美俄用的高负极度燃料棒不一样 法国用的低负极度燃料棒 所预计使用的是7%到20%的 低负极度U235燃料 法国上一代战略核潜艇 所用的燃料棒也低于90% 红宝石级所用的更是只有7%左右 而美俄的军用核反应堆燃料棒 负极度很高 基本上都是95%高负极度的U235 基本是由退役核弹头改造的 原因也很简单 美俄两国的核武器比较多 由于核军控协定的签署 要退役一大部分核武 本着不能浪费的经费 美俄就把核弹头改装为核燃料 可以说高负极度的燃料 只能由退役核弹头改装而来 虽然也可以直接制造 但是成本太高不划算 而法国因为核武器较少 且没有美俄这样大量退役的问题 所以选择了低负极度燃料 可以直接制作 这样成本更低 同时法国核技术也更偏向于低负极度 法国的民用核技术发展较快 核电占总发电量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二 而民用核技术主打安全 用的都是低负极度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军用的技术发展 特别是在法国这种体量不算很大的国家里 当然 法国这样做也有一定的代价 负极度高了 自然出力更多 换料间隔也会更长 而缩鱼级核潜艇燃料更换周期短 大约每十年更换一次 而美国核潜艇约20到25年一次 由此也可以知道 为什么法国给航母也用潜艇核反应堆的改进版了 法国主攻低负极度路线 如果为了航母专门搞高负极度的攻关 攻克后又造不了几艘实在是浪费 不过对于航母这种大家伙来说 高负极度路线还是更好一点 除此之外 红宝石级还有一个特殊之处 就是最先使用了自然循环堆的核潜艇 自然循环堆就是在不开主循环泵时 可以维持一定的工作功率 现役的所有军用堆都是压水堆 需要有一个主循环泵 驱动一回路和二回路里的水来流动 以此传递能量 而这个泵就是核潜艇的一大噪声源 自然循环堆就是通过设计 使得潜艇在不开循环泵的情况下 回路中的水也会自己流动 虽然不能达到满功率 但是可以满足平常航度的需求 一般情况下 在不开循环泵时 潜艇输出功率能达到最大功率的20%到30% 可被称为自然循环泵 法国在这方面的技术比较牛 在1980年代就实现了自然循环 现在的自然循环比例可能已经超过50% 总的来说 法国核潜艇的数量不多 但是都很符合自身的需求 并且都是自己努力研制出来的 核技术也是可圈可点 而不是像英国那样 直接买美国三叉己用 唯一的问题就是潜艇订单不多 全都被美国抢走了 不过这也怪不得别人 法国核潜艇的建造效率实在太低了 苏鱼级首舰满排4700吨的徐弗伦号 2009年铺设龙骨 用了10年才下水 2022年才正式入役 美国那边满排快8000吨的弗吉尼亚级 基本5年左右就能造完 让火力军来选的话 那自然也是首选美国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觉得法国的核潜艇势力如何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